哈嘍大家好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按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VTWITCH BITBIT 還有Discord 好今天要介紹這個 八鍵小羽鹿 回歸經典 武俠盛況RPG 終於等了漫長的 漫長的等待 終於終於 他說今年會玩到 今年 今年才剛開始 你跟我說今年會玩到 到底是 到底是二月玩到 12月還是12月31號玩到 都是今年啊 希望不會再等那麼久啦 好不好 拜託我等了 真的很久 好不好 拜託 真的快一點 三月好不好 陳旭萬事 一見夢回千秋 東月泰山之靈 通月泰山之巅 一出無人知曉的身上絕骨 一出 搖隊 無涯 雲海下的 雷雷紅塵 山中無歲月 無眠少年十餘年的平靜生活 卻因 意想不到的變故而突然告終 我們看一下這個 看起來 這個3D模組 你要比的話 當然是沒有比 像仙親那樣子那麼好了 但是 就是ok啦 不差 就是 但你說很好也沒有 就是ok這樣 好 然後從這邊介面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些提示這樣子 就是有提示 有地圖 有地圖還不錯 然後 呃 就是任務提示之類的 然後左上角應該角色資訊可以點進去這樣 好在命運的引導之下呢 他注定將在神州大地展開一場上天下地的冒險 發掘一個無人知曉的太古之面 而藏在這遙遠的 遠古記憶的比方 是一個被遺忘的夢想 一個無法實現的約定 以及一筆為人所佈置的疑似神劍 那個神劍是不是持有劍 還是霸劍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 啊 榮焱他們那他們一組的那個 漢天英雄 的 劍也不是不是那把劍 因為那把劍 我忘記那把劍怎麼做的 又忘記了 那把劍作是有拿在陰險雅手上啊 我記得是有 好 然後當再次開始運轉的天命 重新揭露這一切的時候 他將明白這一切的秘密與民團 民團的終點 就在那凡人只能搖示的 蕭雲深處 只有在那裡他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 好 遊戲的特色 貫徹作為RPG真正隱魂的所在的劇情 那霸人蕭雲錄就是 這劇情腳本是由 幽承煥進入的主策劃 葉銘章先生 就是花費大量的時間跟心理設計鑽寫的 用心編排的遊唱劇情 還有這個40萬字文字對白 哇40萬字 好 環環相扣的劇情貫穿千年時光 從武林至尊到傲似霸者 從疑仙妖魔到各派掌門 柔和 玄幻與武俠的90 愚民角色的CV們的演繹下 編織一個偉大和宏大的故事 我這款遊戲是有配音的 是有配音的 此外劇情 遊戲中 就是手工編排的近400段劇情演出 好 戰鬥部分 這個 獄敵 鹿獄敵席 遊戲是採辦實 辦實的戰鬥模式 就是改良很多的 那不會再額外讀入額外的場景 原地進入戰鬥的設計 對話像戰鬥更OK 也是說遇到敵人就原地戰鬥 不用再讀取之類的 在視覺與內涵上完美演繹 雙方拟來我往的 的部分 那玩家擁有神兵妙器 絕具咒術與政略之力 還沒有還沒有那個動畫嗎 然後冒險世界呈現的是RPG的骨肉 那八天小羽多的主團隊 面對3D引擎跟技術資源的限制呢 在歷史考驅與成像質量上 建立投入 以精美的3D場景 重現北宋粗圓精緻 而又獨特的城鎮人文風情 那 以中原地圖作為遊戲的舞台 那玩家將會跟隨主編劇情 發現一個個精緻且充滿幻想的場景 除了精美重現的古代風情城鎮之外呢 主角們足跡所造之處 也不乏各種窮盡幻想之人士 位在天上地下高山生坦的各種密窟其所 除了更增添冒險場景的豐富多樣之外 也需要你親自試圖探險 細心觀察 好就是從 嗯 以模組來說 大家不要跟那個什麼 軒漆啊 仙劍比 是比不上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對3D模組的刻畫 真的是不用太嚴格了 因為就資金有限嘛 好 操作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哦支援XBUS 然後鍵盤 我應該是用鍵盤玩了 那手把XBUS的手把也是可以玩的 好的 好就這樣沒有戰鬥部分 然後大概是沒有 那我們期待一下 他說今年啊 拜託啊 趕快 他出五就買 出五就馬上買 好啦那今天的情報 他有什麼感想 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大師一起討論 說你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 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B 還有DISCO 大家晚安 拜拜